王大哥,欢迎您一家三口再回咱们飞翔房车哈 那本次呢,您是正好路过咱们飞翔房车是吧 对 准备往山东那边走 准备往山东去 其实东边出门的话 基本上咱们这里是一个必经之路吧 我从我家样走到哪好像都得 基本上都得路过这里 都得路过河南哈 那还挺方便的 你不管往哪去玩的话 往哪走的话可以路过这里 那路过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回到娘家来看一看 我看您是带着母亲 然后带着嫂子 一家三口 挺好挺好的 那您用的车这么长时间 能跟我们的车友们分享分享 您的用车感受吗 这车我用着还蛮好的吧 真的,我特别喜欢那个柴油炉 柴油炉 哦对 那您这一次路过咱这里的话 咱们已经有了第二代升级过的柴油炉 然后就让咱们车间呢 给您换上一个最新升级过后的柴油炉 只要有这样的好东西啊 一定不会忘记咱们的老车友们的 嗯,因为我是真的好 是真的很好 很好 谢谢 那当时你是很信任的选择了我们 那我们一定要给您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 有这样好的产品升级之后 肯定不会忘记咱们的老车友的 嗯,那你当时三口人用怎么想着选择了一台B型房车呢 我就是合计它通过新,因为我驾驶技术在国内我没有没有驾过 哦,嗯 驾左道的,它这个路道我有点不方便,我去买尽可能买小够用就好 哦,是这样考虑的,所以买了一台B型房车是吧 哦,那它这个床吧,设计的很多功能 哦,还说那是富富有余 哦,床也够用哈 床什么都够用 对,咱们这台B型房车在这个床的设计上确实 一个车看着不是很大,床确实有好几个 并且都是一物多用的 而且床扩出来很大了,很松快啊 嗯,是两个人没问题吧 两个人绝对没问题 富富有余 这两个胖子没有问题 像我们这种体格的,太,也是,我还是觉得很松快的 哎,嫂子,大哥订车的时候你没来,提车的时候你也没来 这一次出去玩了之后,至少你也来了 您当时也没看过车,您第一次看到车有什么感受吗 嗯,第一次看到车就感觉到 嗯,我生活在这个缩小版的家里,但是很实用 很实用 嗯,房也有,机手间也有 嗯,煮饭的地方也有,全搞定 嗯,对对对,这真的是像您说的,缩小版的家 麻雀是小的,有脏机器 嗯,看看我们的老母亲,这一次跟着儿子出来玩感觉怎么样 高兴 高兴是吧 就,我看你还不晕车挺好的 不晕车 畢然你身体也挺好的 嗯,还行吧 哎,今年有多大了 76了 76了 哦,那你不晕车太好了 其实咱们有很多车友啊,也是这样的 就是,都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啊,买台房车,在他们周游世界,各个地方转一转 像你们这样一家三口的组合,这个很好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车 那你这个车路上开起来方便吗 这个,跟小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没什么大的区别 很灵活啊 嗯,你走囊,什么高度,宽度,都很方便,没有什么限制 哦,对这个高度,宽度都没有限制哈 挺有限制,而且停车,普通的车位就足够用了 哦,那挺好的 哎,正好你用过这个车了,那你对这个车的油耗就有发言权了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油耗吗 油耗大概就是4毛到5毛吧 哇,你这个直接折合成人民币了是吧 哈哈,你要是算10个油指定是用不到 跑高速就9个油我看都用不到 我这个福特的车真的好不胜油啊,9个油都用不到 你要是跑100到120之间嘛,油耗特殊的低 我回去都跑120到100到120 哦,就是很省油 但是我这次来我都走的是,我没有走高速 没有走高速你会费钱 嗯,但是油耗也不是很高 啊,对房车就是这样,平常你要没事过慢生活的时候就走下道慢慢走 啊,我是喜欢走便道,我不喜欢走高速,高速看不到东西 看不到风景,对对对 那你这个车在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继续升级的地方呢 有很多地方吧,当初你们设计挺好,但我都没有要 现在我那个上面那个前置那个吊床啊,那个很好 哎呦,一直对这个吊床耿耿于衷是吧 我就觉得挺后悔,因为当初我也没有太细致的看 我看有那个吊床里面空间也是蛮大一下 啊,对,现在我还是有那个比较棒 主要当时您可能考虑到了,你不也算是个性化定制了 你在顶上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准备把车顶上利用上 我喜欢住外面 哇,您的那个车顶太棒了 可以在上面打盘 哇,太厉害了,上面那个空间太宽敞了 有个车友看见您的那个车顶之后啊,他来订车的时候也要求像您的一样做 也像你那样,把车到前面去 我可以在上面放一个车顶上的 啊,还不是,空气流通也好 接近大腿 啊,这样比较好 哦,对,那你用的这个福特的车,你感觉动力怎么样,这款车 动力还行 动力还可以哈 速度啊什么动力啊,对我来说都会有余吧 嗯,确实,这个车综合表现还是很好的 有好啊,什么都挺好 嗯,行,那就等您的车进去给您升级一个最新的地方 第二代柴油炉,升级好了之后 咱们再去您车旁边看一看 然后您再试用一下咱们的炉子 好的好的,行,好嘞 那您现在给您更换了,咱们的这个第二代柴油炉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现在,感觉火力还是蛮蛮蛮 哦,火力还是一样,适当可以调节 哦,这个火力蛮蛮蛮,这个比以前更加小小 哦,颜值也提升了 对,以前那个比较工业化,现在这个更加小小玲珑一些 这个好看一些 啊,对,很漂亮了 然后那您一家三口是怎样睡觉啊,在这个车上 我后面可以坐展堂,两个转一床 哦,前面还有个飞翔的转粒产品 叫什么飞翔床垫啊 哦,重新床板 啊,重新床板,这个挺好用的 哦,转过来前面是一个人 哦,这样的话一家三口也可以睡 对,主要是您没有用上面这个吊柜床中来放东西了,是吧 啊,对,那个地方放东西的话可以放很多 啊,我拿上厨一点 对,那个厨好方便的 啊,并且你要不想叠三进去就可以了 随便水不用叠,水就好了 对,真的很方便 对,晚上是用这个高压锅,准备高压锅煮面呢 高压锅煮面 这个比较快 啊,对,这个主要它不用电 用油 那你烧水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火力调大一点 直接调到一个十档 这个到哪都能用 谁是没有明果的 对 他没有明果,谁这样哪都用 这个晚上的这个食谱啊 青椒鸡蛋面 哈哈 哦,番茄青椒鸡蛋面 烧肉它拿不出来的,费太多了不好拿 哈哈,还有红烧肉呢 哎呀,房车技术好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呢 我准备去南东 从来了沿海清早 哦,那就是沿海走了 沿海走 对对对,房车最好的生活方式啊 就是跟着气候走,哪里舒服去哪里 沿海也都两块嘛 啊,对对对 那你这个炉子去海边啊,作用就大了 报仇海鲜 哈哈 哎,房大哥 我看您这是一家三口用这个车哈 那这个车上的水电够您用吗 我还觉得蛮 我觉得挺好 我挺够用 挺够用是吧 那这个车上是180升的进水箱 那你要三口人用的话正常能用多长时间啊 洗澡,三个人每次,每个人两次澡很容易的 哦,洗两次 啊,那这个水就不用担心了 电呢 电这个,我还应该没觉得怎么溃 啊,我还 够用 主要这个车没有什么用电的地方了 啊,我没有什么电 我冰箱 就是一直开 哦,冰箱一直开着 我经常有个小的电锅呀 电锅 几乎是每天用 哦 几乎是每天用 我电也是够 对,主要还有一个大家伙 做饭,不用电了 我那个电锅是600瓦 哦 天天早上都煮麦片子 天天走 哦 还有个电水壶 哦 哦,那用电的电器也不算少 凡那个电锅够用 电锅够那个功力大了 1000多瓦 我忘记了 哦 1800瓦好像是 很快都够用 我这个都够用 那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际用车 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 给我们的车友们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车友特别关心这个实际用车的车友们的分享 别对我说你满意 就是那个 那折叠床啊 上面那折叠床 我有点后悔了 你知道那个 那个就方便了 后悔不安装那个 哦 装个这个服务呢就好了 要装那个就好用了 哦 现在是一个储物 就是没有加一个三折式吊床 没有那三折吊床 有那个就更好用了 对 用那个的话在应急情况下用起来更方便 对 只要你把后面那个吊柜床啊 当成一个储物空间来用了 不把它当床用了 我没把它当床 我要有那个就更好 现在也没办法了 已经这样了 嗯 挺好 谢谢大哥 你的分享啊